車輛進出頻繁的愛一路和中二路口 13號晚間 民眾發現路面上出現一個坑洞 市場府接獲通報 挖開一看 卻發現頂板蓋水泥烈化相當嚴重 原本只是一個小坑洞 但是我們認為旁邊的一些鋼筋 有裸露鏽石的部分 所以未來安全 我們是用整個區塊 做一個打除重建的模式來做處理 路面出現坑洞 下方就是寒管 河絮川河 萬一有車輛經過 發生了攤陷 後果不堪設想 聖恩府公務處緊急封路 派出了怪手機具開挖 又在距離5公尺的路面 也發現同樣情形 一個位置剛好是因為 它有一個排水箱寒 直接要接到那個蓄川河 所以它是兩個空間的一個接合點 那那個地方的一個受力 可以承受的一個面積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那邊的承載力又相對比較大 那剛好是從那一個交接處有做一個破滾 近年來愛一路周邊有許多的重大工程陸續展開 愛一路又是聯絡市中心的重要道路 大型工程機具進出頻繁 導致路面承受重大壓力 我們整個愛一路的外側車道 全部都是在河道上面 所以其實它是一塊一塊的頂板去架構起來的 那這個區塊我們的研判應該是 在比較多的工程車輛有進駐的狀況 所以說它當初的承載力 是比較有一些負荷的一個問題 聖恩府將針對破損頂板進行修復 預計要在9月30號才會修復完成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